歡迎收看 郭老師 國外的人 還是心胸比較開闊 國內的人也有心胸開闊的人 政公跟小三變好朋友 對 我跟你講 這個 我曾經輔導的例子很好玩 這兩個女人變成好朋友 因為他們一個是小三一個小四 合作要去打小五 是這樣 所以也有這種狀況 那就在研究說 老師我們應該怎麼去處理 這個男人好可惡 怎麼一堆的這些小三小四 小五 連輪是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所以他們也會疑惑 但他們就忘掉自己是人家 小三小四 那我們氣志想問你 他說如果啦 會外遇偷吃的話 能選擇的話 你寧可偷吃不認識的 我偷吃 對 他問你啦 我知道你 寧可偷吃不認識的人 還是偷吃自己的認識的人 都不要 一定要選一個 好來 當然是不認識的啦 不認識的 沒有形象 沒有感覺 比較弱一點 如果是熟悉的人 那好 你給我記住 我邀你到我家來玩 你怎麼跟他就出去 你看我的臉有沒有很生氣的樣子 那你不要邀人家嘛 你去人家 沒想到嘛 那所有事情的發生都是沒想到 想到早就不要讓他來 先起來同樣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認識的 我可能會選擇認識的耶 因為第一個是說 我想說如果說今天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當然啦 前提之下是說 你可能還想要挽回你這段感情 那如果你想要挽回這段感情的話 有一句話叫做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你必須要知道說 你對付的敵人到底是誰 你老公到底看上他哪一點 你必須要很知道 你才知道說你老公要回來的話 你應該要去 譬如說怎麼樣精進自己啊 還是去怎麼樣去打擊這個敵人 對 好 各有利弊 都不要 都不要 洪偉本來在金融業嘛 是 那你有什麼發現 那時候我是在一間保險公司的 放款部門 也是我們去創一個新的部門 這樣子 那一開始我們想說 我跟我的學長去一間新的公司 創一個新的部門 我們都非常認真的 想要把那個部門的業績做到最大 所以我們就沒日沒夜 全省這樣子跑 但是我那時候剛進去的地 半年到一年的時候 我很不解的就是說 我們很常被要求去參加關係 企業建設公司的一些說明會 因為其實我們每天都在 已經在外面排我們schedule 我們可能去臺中要拜訪兩三個廠商 到高雄可能要拜訪很多的客人 你還要我們 而且是強迫要求 我們一定要在某個時段 把時間空出來去聽關係企業的新案 發表會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跟我的本業沒有相關嘛 結果後來我們才發現說 那個是因為他希望我們做業務同仁 能夠為了做像是跨售的方式 因為你在跑業務的時候 你跟順便帶過去 搞不好就是一魚兩吃 然後他也會給你額外的佣金 commission這樣子 可是我一直沒辦法理解就是說 我好好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為什麼還要去分析 因為你關係企業賺不賺錢 跟我沒有關係 是 然後好幾次就是在我們的那個 總公司的大樓的停車場 我就常常看到那個建設公司的女董事長 會跟我們金融公司這邊的董事長 常常會從一臺大漆下車 我想奇怪關係企業 怎麼會這麼的親密這樣子 我就因為那時候我也愛八卦 就會聽人家朋友去同事之間說 到底他們為什麼會可以一起下車 然後我的比較資深的同事 才跟我分享說 其實這個女董事長 他以前是一個很知名的記者 然後他因為他除了白天 是當主播的時候 晚上也會分派到不同的行業 去跑地方的產業線 那剛好被分派到一個專門做建築 建案的這個房地產的 這個產業線的時候 也透過關係認識很多地產的老闆 那因為他也因為家裡的關係 他必須要把這個記者公司 只是因為要照顧他們的家人 所以他就是離開台北回去台中 那因為剛好他之前跑的一些人脈 官地員都是在那邊 他也因為這樣子去應徵了 他有點熟悉的老董的 一個銷售員的這個角色 那因為他你也知道 以前當主播記者都是挑過的 身材高口調又好 然後又很會做人 那你好像講的現在的 好像沒那麼好 但我老實說 我那時候看到我們那時候 建設公司的女董的時候 是真的是漂亮 身高一百七 然後彈圖什麼都非常棒 那那時候因為他開始已經在地產業 開始慢慢想要去耕耘 那這個董事長也很照顧他 甚至都還把他帶在家裡面 等於是把他當成自己的乾妹妹 那這個女記者呢 其實跟這個老董娘關係非常好 因為他也很會就是很會去做一些殷勤的動作 結果後來久而久之 這女這個女孩子在他們的建設公司 其實爬得非常快 就從原本的銷售員 可能很短的時間變成協力 到沒幾年他就甚至我們董事長就開一個建設公司 直接給他冠軍董事長 這個其實幾年前那個八卦周刊 其實都有報 然後呢 這個女董娘就很覺得很切心 我明明已經把你當成自己的好姐妹 你為什麼還要 我明明提供一個蠻好的工作環境給你 那我也把你當成自己的好姐妹 你怎麼會去跟我的老公扯上關係 還生了小女生 對 所以有時候你防不勝防 因為這東西很難說 如果我是那個老董 我搞不好我也會幹同樣的事情 沒錯吧 他有比這個正公年輕貌伍 年輕 年輕貌伍 就真的 對 就真的沒辦法 遠郎入室 遠郎入室 確實是遠郎入室 對啦 所以吳老師 有沒有就是說 有一些什麼樣的場合 狀況是要避開的 如果我們是大老婆 老公回到家就沒開眼笑 都沒跟你說 沒有啦 開心啊 沒事啊 你就要心裡有數 對 因為他經歷 我們回去開心了 不可以 開心 你要跟人家分享 對 跟人家分享 那這個叫 開心不可以 老公我要學會獨心術嘛 他那個眉毛都挑起來 眼睛這樣有沒有 電波 那個好開心 今天他講究竟會變電波 好開心 你們這些人 所以要懂 老公不尋常 這個用紋的 用看的 用摸的都懂 特別愛打扮 所以外面的女人 不要進公司 不要進家裡 還是怎樣 就盡量分寸要拿捏 有什麼事要談在公司嘛 進到好到都進到自己的家 進水樓台 你覺得呢 好 我不知道 我覺得呢 你應該知道 謝謝